快必讲耶稣2022年11月13日周日讲章 题目是《对报正而言,耶稣就是煽动颠覆,妖言惑众》 今天是这个教会年尾尔的主日 即是过了下个主日今年教会年结束 开始新的教会年 预备圣诞节的来临 今天我先带弟兄姊妹回到3000年前 以色列第三位皇帝 就是那位以智慧建称的所罗门王 他为了巩固犹太教和政权的地位 在很远的地方运了建筑材料 大兴土木 按照他的父亲大胃王的遗愿 用了七年时间 在公元全956年左右 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 建立了一座金壁辉煌 雄伟壮观的圣殿 历史上称为第一圣殿 随着圣殿的落成耶路撒冷 从此成为了犹太教最重要的圣地 和政治民族中心 《伤害圣殿》即是伤害犹太人民族感情和尊业 令到我们曾经似曾相识 圣殿中没有任何神像、人像 只是有药柜放在内 圣殿被誉为上帝辅助之神 宗教成为皇家权力的工具 但是在公元前586年 耶路撒冷被辛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 结束第一圣殿时代 先知耶利米的哀哥在里面 提到至今几千年 他说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 现在何景独大 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 现在景如寡库 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 现在成为进贡的 达明一派的歌词有一句 恐怕这个摧灿都是江辉道子 听说明哥一月在台湾有演唱会 我又没得看了 大家幻想一下 你们在看Discovery Channel 或National Geographic 又或者BBC的特輯 讲耶路撒冷三千年 很快便到公元前538年 迅速兴起的波斯帝国 攻陷了辛巴比伦城 释放了一批之前被老的犹太人 还准他们回到故土 他们重建圣殿 史称为第二圣殿 这项工程历时二十年多久 到了公元前515年才完成 这座新的圣殿 当然无法和第一圣殿的奢华相比 但在犹太人心目中 仍然喚起了他们极大的宗教和民族热情 他们相信新圣殿的荣耀 必定会大过先前的圣殿 国家民族伟大复兴 全70年 罗马军因为攻陷耶路撒冷 放火焚毁了第二圣殿 整个耶路撒冷血流成河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抗争者 真是不计其数 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个无处不立 十字架 无十字架 不钉人的惨犯 耶稣不是第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意见者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最后这两个字 对于今天我们来说 既是远也是近 是不是呢 为什么要说耶路撒冷呢 为什么要说第一第二圣殿呢 因为今天2022年11月13日 圣灵刚临第23个主日 我们看的圣经经文 就是耶稣到了耶路撒冷 这个在犹太人心目中 民族国家尊严很厉害的圣殿下场 将会是怎样呢 耶稣开这个街站的时候 第二圣殿还未被弄烂 但是路加福音成书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 大家可以看看路加福音21章5至19节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对暴政而言 耶稣就是煽动颠覆 妖言或宗 前几个月 六月尾七月头 纷纷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有路海沉船 寒风大作 遍地黑暗大停电 整个世界整个时代 陷入黑暗彷徨之中 福不到常 兴都不知兴什么 人人心中有数 酒的中需酒 双的中双头 今日的福音指向一个方向 路加福音21章5至19子 有人谈论圣殿 是用美石和贡物装饰的 永远长治久安安定繁荣 是圣殿和很多人心所在 所摩拜的对象 耶稣但是对于这个象征 经国家民族伟大复兴的圣殿 带来极大的冒法 路加福音的作者很有心思 因为 教祖几节的圣经 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社会上最弱势的穷寡妇 他将自己用来养生的 两个小钱 都捐献给圣殿的酬款商 很多人都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称赞这个穷寡妇 因为人人都是将自己有余的 才捐出你 但是穷寡妇就将自己的不足都献上 当然耶稣可以称赞他 但同时也可以串爆整个 以摩拜圣殿为中心的政治文化 经济宗教极权体系 所谓极权 就是无所不包在其中 使人动弹不得 没有自由 大家明白的 耶稣历否定这种对人的宰制 他说将来的日子 这圣殿倒塌到一个地步 一块石头 不会再另外一块石头之上 这个将来的日子 正正是今天教会所读的 《马拉基书4章12节》所说的 那日 临近那些抗奥和行恶的必备消准 无一流传 但那些敬畏我必有公义的太阳 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 旧约圣经和福音都说到将来要来临的那一日 提醒人要警醒导日 在末世时刻 即是今时今日 警醒导日 变色时势 黑暗邪恶 末世总有一些征兆 门徒要知道的是 耶稣本身就是那个征兆 而他同时也是那些征兆所指向的对象 耶稣说 有很多人被那些自称为救世主的人所迷惑 有权利的人会认为自己可以拯救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但又会是一个戏剧化的时代打仗的 入侵别人国家的 被别人入侵国家的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即使没有过教会的人 相信你们都会听过这一句 地要大大震动 有饥荒有瘟疫 我们都很熟悉 以后每个月要打针 天天要撩鼻 都不知为啥 人体本身有免疫能力 荡然无存 又要花很多钱去吃那些增强免疫力的保健产品 瘟疫饥荒与我们同在 饥荒不单是因为粮食的失收 亦美地方食品价格失控 其实都是饥荒的征兆 时代的戏剧化特质 要有使门徒认为 那是时代的中国 但是耶稣禁止他们 和我们这样做 假的救主 会利用人对中国的期望 所以门徒必须知道 所以门徒必须知道 末期不是立即就到 耶稣告诉门徒 有人会捉拿门徒 收在监侣 正如耶稣本人 也不可避免与人为敌 门徒他们也会有恨护他们的敌人 他们会被恨护 基督徒不单是曾经被恨护 也会一直被人恨护 被恨护 不是必然是他们忠心的记号 但是如果基督徒忠心的话 他们是必定会被恨护的 在这一切末世患难之下 不公义的权势压迫之下 圣保罗在他写给 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书信中 鼓励信徒在乱世中等候 以坚忍不拔平常心道日 帖撒罗尼加后书3章6至13节 平常心道日就是按规矩而行 辛苦劳碌 就夜作工安静工作 吃自己的饭 这些是对自己定力的收回 不要以为躺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能做到咬住最后一口气 有意识堅忍不拔地躺平 不合作不信任主流意识躺平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保持清醒地躺平 同犬如绝望 无价值观多元主义是两码子的事 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分得清楚 还有圣保罗提醒信徒 行善不可丧止 写信的继续写信 探望的继续探望 找各种方法 经济上、心意上、意志上 支持在苦难中刹下去的人 流亡了的负责任地做应做的事 留下来的就不自欺痛苦 而清醒地做应该做的事 六、七月的时候 我看过一本冬野龟吾的书 叫做《希望知善》 书里有一段日文 《逢摩时》三个字 是说有关天色、昏暗的时刻 代表大祸临头的时间 今日经文带给我们的 就是逢摩时的警告 这些不是由自给兴的唱好时刻 也不是证明25年、18年来有多成功的时刻 这些是死亡、瘟疫、战争、饥荒的时刻 一个专贵城市沦落核心价值崩坏的时刻 这个城市可以叫做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心中有数 除了《东野龟吾》之外 我也想起留下1997年4月写的一首诗 之前的一年 刘晓波和王熙哲因为发表宣言被判囚 留下的一首诗是这样的 《经省的时候四周一片七刻》 那只鸟再次在我的手心里尖叫 无数只脚踏着楼梯 整座楼摇摇欲坠 梦中到达的地方一定危机重重 它离我很远 就在鸟的尖叫声中 我也听到它的呼吸 这一首诗我想像是在危机重重的日子 无数只脚踏着楼梯 整座楼摇摇欲坠 这就不是2022年9月6日早上的情况吗? 我之后一直是冤枉 我家里也有楼梯 那种荒凰 不是耶路撒冷被毁时刻 无处不立 十字架 无十字架 不钉人的情况吗? 就是此时此刻 世界上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吗? 但诗的最后一节 是这样的 你在时间的反面 站在明亮的阳光下 看着一片羽毛 随风飘落 在荒乱时代 残暴末世 活得光明磊落 活得正常 不扭曲 不埋没良心 不阿如奉承 不遥其立喊 不做帮凶 8月时我看过卡苗的瘟疫 里面有一段话 就是说 对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 正直也是杨光在文革时受到迫害 他留下一段文字 岁月正好是片刻 一地鸡毛是日常 即使世界偶以凉薄 内心也要繁花刺感 浅浅苦 静静爱 深深懂得 淡淡释坏 弟兄姊妹 我们要保持一伙宁静的心 少些去期盼 多些去宽慾 重欲不惊 去留无碍 傲笑前行 求主帮助我们 圣灵带领我们 愿你们平安 愿荣耀归上主 荣光归香港 誠心所愿